张卫健 也出演过不少电视剧 她是《仙剑奇侠传》中 《蝴蝶精彩衣》 也是《雪花女神龙》中的神兵心 当年有着非常高人气 但是聚妻婚后 张倩怀孕却不小心小产 因此她患上了严重的医症 而张卫健因为心疼妻子 便一直陪伴在身边 而这也可能是张卫健 事业出现下滑的原因 之后她也是相当希望 能给张卫健 审给一儿伴侣 但是无果 因此好多次到医院打排卵针 但因为排卵针 对身体伤害太大 导致她发胖变丑 被很多网友吐槽张大妈 不过两人不受影响 依然恩爱如初 而且还决定丁克 近段时间 张倩爆料的照片中 网友发现 她不仅瘦了回来 44岁的她 依然有着少女般的面膀 所以网友纷纷表示 女神没回来了 谢谢大家 如果您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